利用台商中秋反台过节机会 经济部投资处周三举办台商投资台湾高峰会 将由经济部长张家住与有意回台的台商签署11份投资议项书 这个月30号投资处接着举办2013全球招商大会 将与各地外商签署19份投资议项书 投资处长邱玉彻强调 两项活动签署的投资议项书金额都将超过去年 两岸的这个服务贸易协定 现在国内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外商来讲 他们倒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最主要他们也是看到了就是说 中国大陆它的一个经济发展 是这个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大家对这个服务的这个需求就会提升 这些外商他们就会希望 透过台湾的这些这个投资合作 可以将来往大陆去发展 除了外商着眼于两岸服贸协议商机 邱玉彻认为台湾产业聚落完整 研发能量强大 都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主因 他指出台商投资台湾高峰会 已经超过500人报名 除了大陆台商 还有来自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台商 预计回台投资服务业 而利用两场大会 金建会也将说明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 希望吸引国内外资金投资 记者是嘉惠 经济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